从根本上,人妻典荡的性质 当然就是在于生育的能力了 此时典荡妻子的男人会跟陈典邦及债权人订下契约 在约定期间内,陈典邦与被典妻子结为临时夫妻 两人共同生活,并通过性行为达到生猴子的目的 届时起满,原生的丈夫就可以拿出原金额将妻子赎回 但若没能赎回,被典的妻子将永远归属于陈典邦 哈喽大家好,我是达达Samuel,欢迎来到Samuel的历史小教室 我最近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影集的题材好有趣 大家有没有看过《使女》的故事 讲述在不久的未来,女性再度成为附属品 并在法律上如同财产般受男性支配 所谓的使女,也就是犯了罪的女性沦为奴隶 会被分给地主 主要的使命,就是生孩子 并在人生自由以及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限制 于是我就想说 诶,受到男人支配的财产,生孩子的工具 这不就跟中国古代的侍姬一样吗? 属于工人差遣的贱妾 如意传宗的高贵妃就是使女出身 比官女子更低阶 这就是为什么甄嬛传宗的皇后娘娘 叫轻姻去当侍妾的时候 她整个灵垮下来气到不行 那真的不是人家EQD 当侍妾不是去当少奶奶 而是当个被奴役拆遣的子宫好吗? 而且多数时候,贱妾是可以被卖掉 或赠予给别人的 正如吕布韦,将侍妾罩姬送给秦庄商王后 生下了秦始皇 从男人能够随意处置的财产 以悦成为王朝最尊贵的女人 点妻卖妻在历朝来的记载多不胜数 好几多都成为社会问题 男人因无力负担家庭生计 而暂时将妻子抵押换钱 妻子在这段期间供债主使用 生的孩子也归属对方 丈夫或在约定时间内无法还债 将妻子赎回 女人则永远归属给债主 这就是所谓的点妻风俗 是父权时代下农业社会的产物 女性被视为移动的子宫 或许大家会觉得金氏亥 俗闻所未闻 但相信我 这绝对不是人类在文明的发展中最精彩的部分 反而是在买卖人妻背后道德与法律的角力之争 非常值得探讨 以及十字今日的代理孕母 卖子宫 卖卵子等 都仍颇具争议 今天就以中国古代咒俗 来带大家探讨 当今借父生子前生的点妻风俗 先来跟各位谈谈点妻风俗成型的催生背景 俗话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身为男人没有娶妻生子 就是最大的不孝 这句话 出自于孟子 是述说地顺娶妻 没与他爸讨论 视为无后 也就是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 并不是说他断子绝孙 人家生有很多个孩子好吗 是在东汉时的学者召集 才将无后 虚解为没有后代 并且广泛流传于世 他所注解的孟子著书 也就成为了千年来那句 催婚名言 无后为大的最早根据 另外就是封建时期的农业社会 男跟女之的工作分配下 男性是主要物质的生产者 而女性是物质的消费者 生儿子娶妻生子 可以再为家族带来物质的生产者 并且继承家业与财产 于经济效益上是远远大于女性的 相对的 中国的宗法制度中 女性不被列入族谱 是物质的消费者 女儿出嫁时还要倒贴一笔嫁妆 聘礼对养育成本如只有牛一毛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自己的女儿死不完的 逆女婴 验生女风俗 所以农村妇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 多是透过母贫子贵 若生儿子不仅能够为家族根基分散风险 甚至结合两性之好 上上攀爬 能否熬到一家的主母 行使母权 肚子争气很重要 妻子若生不出儿子 符合妻初中的五子 是能够被合法离婚的 但自唐代来 法律保障女性除了无资以外 还得年满五十岁 有家可归才能够离婚 提高无子而出的门槛 对于民间子嗣单薄的家庭造成负担 农业社会 重生难 性别比例失衡 许妻的需求远大于女性人口 因此在聘取程序上的礼金 就会相对提高 农村嫁人如卖女 且普通存福名媒正取的彩礼 有时还不如地方试生纳妾 所以等于普通存福一生的积蓄 都孤座一直在那次的结婚上 或妻子早逝 不育 或者是生不出儿子 再主或纳妾的负担 就太沉重了 年轻两代因支付不起聘礼 而终生未娶的男性就非常多 都说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女性不够 那就让男人们共妻吧 That's right, I'm not joking 于是我们今日的主题 押妻借钱的点妻风俗就诞生了 典当 这是我们在古装剧 看到人家 资金周转不灵 就跑到当铺 把成交之宝 抵押换钱 但在约定期间内 拿钱却把东西赎回来 但典当妻子的概念 跟典当普通财务的概念又有些区别 毕竟财务与当铺老板 最后是要完毕归照的 人妻却不是 那些有点积蓄却不够拼起屈子 或是妾室的村夫 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儿子 或者从根本上 人妻典当的性质 当然就是在于生育的能力了 此时典当妻子的男人 会跟陈典方及债权人订下契约 在约定期间内 陈典方与被典妻子结为临时夫妻 两人共同生活 并通过性行为达到生猴子的目的 届时其满 原生的丈夫就可以拿出原金额 将妻子赎回 但若没能赎回 被典的妻子将永远归属于陈典方所有 从经济效益来看 陈典方无需负担聘礼 就能得到包生猴子的母体 还不用负责女方及清卷后半辈子的生老病死 只要在三至五年的使用权内 拼完几个儿子就足以回本 以金钱换取儿子 来延续家族协同 在下层社会是极具效率的 或者是娶了正妻 女方无法生育 也纳不起妾事 典妻这项风俗 成就了延续血脉的补足方式 也并不违背一夫一妻原则 与宗法制度的稳定 然而 对陈典方的经济效益大 不代表对被典当的妻子损害严重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 一个干旱洪灾 就有无数百姓饿死 更逢论战乱时的摇抑覆税 下层人民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窘境 当他们用尽最后可换取粮食的财产 能够延续家庭生计的 其中一项就是点妻卖女 对于妻子或是母亲而言 被典当暂时跟了别人 不仅能够化解丈夫与孩子的生存困境 自己的生活也能稍作改善 毕竟给人家生孩子 营养还是要够的 就算最后原丈夫无力赎回 跟着陈典邦的育儿生活也比较宽裕 所以点妻风俗的行程与盛行 不仅是迫于生计的妥协 对于初典邦、陈典邦 还有被典妻子三方 都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应急措施 大家可能会疑惑说 这个风俗侵犯人权难道政府都不用管吗 其实立朝来都有立法禁止 但是因为民进的大量需求而废持 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典七风俗与法律禁止下 蓬勃发展的背景 自唐末的皇朝明辩以来 众武清文 门阀士族被大量扑杀 到北宋时期 已经是由草根阶级取代士族 从政的全新局势下 在没有士族社会的基础 家族制度得以在庶民间普及 最显著的特色 就是同族群居 而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什么石家庄、牛家村 这些村镇都是农村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苏 我是疯狗鞭 周月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家族世代群居组成 而这个现象也改变了民间的政治生态 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老 成为实际上的士族首领 例如今天 两个蔡家子弟有斗欧纠纷 那当事者会去找蔡家村的长老 由他以族归来裁断 很少会去诉诸州官 行使国家的公权力 毕竟诉讼成本是很高昂的 再者 法律条文在民间不流通 千年来至今从未变过 如若真要地方官员依法判案 恐怕整个农村都活不下去了 这部分到后面 我会再继续为大家介绍 总而言之 在政治生态的转变后 典七风俗是在族内封闭的 官府也采取民不告官不就的态度 而纵行了典七的发展 宋代的史料中有提及 法律曾经禁止 但宋仁宗年间因为饥荒而下诏允许 故在元朝的刑法中 有无悦之风 典七固子 成俗已久 前代未尝禁止之说 然而 虽说政府不管 人民对典七这个违反人伦的行为 也不可能袖手旁观 依当时村落的形态 户与户之间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也要天天见面的 男人只有真的贫困到难以存活 典七才会被村里人谅解 否则典七这种既羞耻又令人鄙视的行为 将严重影响自身的未来利益 严重的话 像那些嗜好嫖赌之徒 是会被族长 逐出村落令其自生自灭的 在相关的研究中 45份族谱中 具有两份明确的禁止典七之子 无法载入族谱 典故妻妾 上甘日静 下犯家规 如有典故妻妾与人 即典人妻妾 以徒四序者 所生子不载 那个邦氏家族 则是不止同乡人名 大兴此风 而禁止家族内典七 富人初典 败坏风俗 最为无相恶习 族内严禁此风 以正名分 以存廉耻 而其他研究的族谱内 或是没有经济困难 或是默许典七风俗 其后者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农业社会的草根阶级 小农小民 频繁受到天灾赴税的影响 不可能 几时代下来都安稳无恙 所以在农业社会下 虽然法律禁止 典七 仍因为人民经济状况不稳 而蓬勃发展 另外 典七除了契约化的法律文件 还得搭配一些民俗仪式 村落的生态 人民朝夕相见 总是捕风捉影 流言漫天飞语 于是 陈典方会在四堂摆设香火 摆桌宴请家族中的长辈 以及村民 这个动作 就是在智慧大家说 这位女子之后的几年 这是我合法生猴子的典七 请大家闭上你们的小嘴嘴 以此约束第三方的行为 同时也作为日后纠纷的证据 正当化两人 人婚后的性行为 此外 通过这道程序 也让两家的人 开启了互相的监督作用 人夫家人保有被典七子的所有权 只是暂时移转了使用权 对于人夫 在到齐后熟人 希望陈典方不要霸占人不还 而陈典方则希望典七与人夫断绝往来 以免私下暗通款取混淆血脉 同时双方也都期望 典七能够清楚认知自己的定位 只是去生猴子的 不要因为生娃后受眷顾 而乱了陈典方与人配的和谐 或是贪恋宽悦的生活 或放不下新生娃等情况 而不愿返回原夫家 所以在这些突发状况的预期下 两家的族人会在日常中加以管控 双方必得恪守道义以及法律责任 否则违约除了经济损失 还有名誉扫地信用破产 被族人唾弃等巨大的成本 在史料文献中 典七纠纷一般会化解在家族层面 倘若真的而告上官府 法官又会怎么样来判案裁决呢 元朝时的统治者 痛斥典七这项风俗 并明令禁止 王宋救弊 伤风败俗 即非两把 以及诸以女子典故于人 即典故人之子女者 并禁止之 但当时的南方仍大兴此风 相较尊奉成出礼学的中原人士 当时世大夫所认知的良好风俗是这样的 夫王无再教之礼 中原置贫之名 虽欲大击 宁与妻子同弃于篝祸 安得典于他人也 所以在元代的法律中 如果今天有典七案被人举发 成典方愿意以合法的婚姻之礼 那聘为妻妾则可以通融 若是只愿付钱 负担有限期内的暂婚行为 则将被禁止 另外有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是 如果今天是丈夫坠婚 但女主与丈夫都无法生育 则会聘请双方同族辈的男女来代为生子 此案若被举报 受负的两人如产生情爱 不愿相离 则可通融 若不愿因典故契约而缔结终身关系 则该战婚关系则将被解除 且赃款没收 若其他纠纷 男女两方皆会被放回本家或夫家 从一般来说官员面对莫不适丁的小农纠纷 那是有理说不清的 一味的依法审判只会徒增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他们大多都是偏重情理 在任何典七有效性的基础上来审判案件 而法律不外乎人情 说白就是风俗无法撼动 找台阶给自己下啦 后来执政者对男方典七的建议有所冲动 文献记载 典故男女习以成俗 执救男方自相典故中作良人 执令比中平民从本俗法可也 这就是前面提到 无怨男方之地习习成俗 令官员难以以法判案 只需要从本俗法就可以了 也就是所谓的习惯法 AKA习俗法 在我国中华民国民法中的第一条就清楚规定 明是法律所谓规定者 依习惯 无习惯者 依法理 从这项法律的变通 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中国传统的理法体系中 首先强调适应时事的变化 再顺应人心 处理妥当得体 才能权宜得当 最终合乎事宜上的变迁 这就是违反人伦刚常的典七风俗 能够与理与法并存的背景 到明代时 女性社会地位低落 在法律上的保障变低 典卖人妻的行则 从唐代到官两年 放宽到只需账则八十 这个用于赫止人民 很痛但不怎么样的陈楚 促进了典七的风气 冯孟隆所修传的地方誌 就有记载 宁寿地区的风气 人民有急需时 都十分大胆地 将妻子出租给别人生孩子 每年只要嫁一两名字 回期三年 而到期后 钱不够用 最后干脆直接把妻子 卖断给对方 或是转手卖给别人 而到了大清律例 则在明代的行则上 解释得更加周全 典七者与成典人双方 吃法犯法 仗则八十 账款没收 当期年间 为了打击典七风气 不惜将行则 加重至死刑 史书载 似后繁范又取点脉 或为妻妾等事 不分所有良见 以脉为脉 为守者立脚 为从者是其人 家则是名人 仗流 如指一人 即为首论 废佑之人 合同者 据如为从之罪 对 你没意会错 不论买帮卖帮 或是被卖的人 都逃不过行则 只论主从是谁而已 主犯绞杀 从犯者先杖则 再留棒 而且强硬到 就算灾荒出现 也绝不宽容点击现象 康熙四十二年的山东大饥荒 人民相识点卖七儿 互不要求山东巡抚 以及周边官员 专赠口粮给灾民 尤其是那些已经卖七卖子的人 让他们能尽快用原价 偿回七儿 可不可以是当时的一大得正 但碍于法律 于农村人不普及 点击在民国还十分流行 许多博物馆都还藏有当时的点击契纪约 好 结论 古时的社会因为宗法制度 只有男性能继承血脉 致使汉代学者 曲解孟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其实明明就是述说地顺 没有进到后辈 尊敬长辈的情理 而这句话朗朗上口 流入民间后被断章取义 一前后闻也毫不知情 进而催生了农业社会中 妇女以繁衍子嗣为使命的观念 于是社会被无法生育的夫妻 或负担不起聘礼的单身汉们 并育出了点七风俗 以最优惠的方式 与落难者达到互利互惠 虽违反当时的人伦刚强 但在同性家族群聚的小村落中 非迫不得已是不会点七的 并且他们也受到两族间的监督 而在法律上 元朝虽然禁止 但因为南方山高水远 元政府指得让地方官员 依当地习性 废弛国法依本俗法 明代则对点七的刑罚放宽 而清朝康熙年间则予以重罚 从元代到明清的法律 有关点七的规定来看 各代统治者为了顺应社会发展 以及现实的需要 因食因人因事质疑 对时事的变化 做出了积极的改革 但始终无法禁绝 下层民间对于传宗接代的点七需求 感官现代 带领育母租子宫 捐卵子的需求仍十分广大 而且随着医学进步 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总归来说 若非迫于生计 女方不会去出卖身体 男方也不会迫于宗族压力 要花大把金钱拼取妻子 只为了传宗接代 而经济能力不够的人 只能使用点七、租七 这种贡妻的方式生子 点七是农业社会下的产物 租子宫与代理日母 是现代的社会议题 说白了 对不过是市场的需求 谁有比谁高贵呢 好啦我的影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 喜欢的历史 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 喜欢历史的朋友们 我是德拉西米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